梦会成真 梦会成真 范宗沛 一位享誉台湾音乐界的大提琴家 在国家交响乐团担任首席大提琴长达九年 出版过许多章的唱片 他更是配乐界的翘楚 制作过的配乐超过二十部 多次拿下金曲 金钟 金马 亚太影展等等配乐大奖 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 范宗沛的身份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大排长龙的人群 传说中的美味 面殿老板范宗沛 穿梭在食堂里面 将古典音乐融入厨艺之中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秦文 今天的点灯节目 我们就为您邀请到集乐艺与厨艺与一声的范宗沛 一起来分享他在听觉和味蕾之间的绝妙共鸣 范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大家好 老师啊 最近您曾经讲过一句玩笑话说 您拉了将近三十年的大提琴 还没有您开一年的面殿来的名气大 这听事要觉得很有趣 但是其实做您的乐迷来讲 也会听起来有点心酸 也反映了一部分国内的音乐家 所面对的问题跟困境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音乐毕竟大提琴这些东西 是属于西方的乐器 那如果我们的身体的结构 如果没有来得像西方人这么硕大的话 还有你的整个环境 没有在那个环境成长的话 其实是会碰到一些瓶颈 不管是身体的或者是环境造成的 有关于想法 所以学习到一个阶段 往往会开始觉得想要尝试去做别的事情 那我也是一样 就到最后选择了去弄一个餐厅 老师您过去花那么多时间 在音乐的学习还有呈现上 怎么会有时间把厨艺发展得这么好呢 因为我对吃就像我对于音乐一样的敏感 讲到音乐我一听我就会记住 然后我会知道它用什么和弦 讲到吃我这样一吃下去 我通常大概也知道它放了什么样的成分 然后食物进到炉子里的前后顺序 还有菜色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想说 当然是掌握自己比较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所以餐厅开始以后 其实每隔一段时间 我都还会去检查我自己的食物 那我也对食物的要求很严格的 严格是说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吃 所以我很讨厌去吃一个东西 吃到不舒服 所以我也会去想说客人吃这个东西 会不会不舒服 包括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 比如说我的员工端面 如果端错桌子 他只要放下去 然后客人说这不是我点的 这盘面我就拿去丢掉了 我绝对不会当着他的面拿过来 转到隔壁一个桌子 那先生这是你的 那今天如果换到是我是那个人 我一定会 你为什么不搞清楚 谢谢老师 其实我发现你对于食物 从制造到服务 那个细致跟热忱 跟您对音乐的那个热忱是一致的 所以这两种天分跟才华 一直都在您的生命里面 不过您还记不记得当时 您下了这个动念 第一天要把您的身份 从国家交响乐台的首席 变到一个面殿的老板的时候 那个手忙脚乱的情形 非常恐怖 就是第一天大概只做了二三十盘面 可是那个厨房已经脏得 不晓得跟什么一样 因为东西也不晓得放在哪里 然后撒满地这样子 因为完全就是一个门外汉进来去 但是可是相对的在两个礼拜 四个礼拜一个月以后 我觉得整个东西就像一个表演一样 因为我们的厨房是开放的 所以你的盐巴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在做菜的时候 你基本上都只是用盐角去瞄 就像我们在拉琴的时候 我们乐团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用盐角去看 隔壁的人的功法 会去看指挥的速度 所以炒菜也是一样 我盐巴在这边 我如果这样炒菜 我要去拿盐巴 我还要这样 这个在旁边的人看起来不够帅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 看起来真的很帅 我光是坐在这边听老师讲 我就可以感受到 现场那个灵活跟热闹的气氛 然后在现场除了能够品尝到 您所提供的美味之外 还能够感受那个 像交响乐一样的气氛 没有 刚刚开始在开这个店的时候 我头三年基本上 音乐几乎停下来 就是专心在炒面 从一个钟头 大概只能炒五六盘 到最后我的记录是 三个小时可以炒 两百两百一十几盘面 三个小时炒两百一十几盘面 基本上就是一分多钟就一盘 这样子 老师那你现在告诉我们了 三个小时炒一百多盘面 我刚才听到一分多钟一盘 但是我们知道意大利面 其实是蛮精致的一种食物 那么在这么快速的时间里面 你怎么样把品质跟产量 能够控制到最好的一个协调 因为我觉得我在拉琴 给人家听的时候 我希望对方听的是很安心的 所以我自己一定要下苦工去练 然后表演的时候 要鸭子划水 上面很悠悠之爱 其实是有练过苦工的 其实做菜也是一样 即使你菜打翻了或什么 你还是要很镇定 因为客人就在旁边 感受你的整个动作跟呼吸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对我来说都是生命中的一种表演 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在一般人对音乐跟对厨艺 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截然不同的认知当中 您觉得他们其实有哪一些 其实一般人不知道的共通之处 简单举例来说 我们到一个餐厅吃饭 除了你的嘴巴跟鼻子之外 就是听觉很重要 比如说你旁边有一群小孩子的话 有一点会影响你吃饭 那我们去素食餐厅的话 我会听到比较热门的音乐 节奏比较快的 因为它会让你吃得比较快 我讲的是速度的那个fast food 然后到你去吃法国菜 你会希望它放的是那种 像西西里或者是那种法国香送 因为它上菜的速度跟时间 跟那些食物的那种 炖煮的那种过程 它用很多的炖煮的材料 来烘托一样食物的那种美味 就像这个音乐也要让你去慢慢享用 包括那个食物进到你的身体以后 它整个消化的过程当中 对它应该有的这样一个氛围 对啊对啊 然后也包括你喝的酒 所以其实食物跟音乐的之间关系 是很微妙的 我觉得我去如果听错音乐的话 你内餐应该是吃得不是很舒服的 老师跟我们谈谈 当您现在自己亲手做食物给朋友们吃的时候 您会浮现一些音乐的想法吗 一些乐福在您的脑海当中 或者说就是有那个声音出来 来协调您烹饪煮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吗 有啊 比如说有一些菜是用到像芦笋 芦笋的话对我来说 因为它很清脆很清爽 对我来说很像长笛 很像那个flute 长笛好像在描写草原的感觉 那面条的话 对我来说很像那个玄乐的那个 是啊 那个玄嘛 一根一根的 然后像鲜奶油啊 很像竖琴 我们那个竖琴这样一拨 有点像仙女下凡 可是鲜奶油在食物里面 它是一个融合感染剂 通常我们把鲜奶油倒进去的时候 它会把番茄酱跟另外一种材料 就把它mix在一起 是透过鲜奶油这样子 所以竖琴的那种天使下凡的感觉 我自己常常在炒菜的时候 有时候发明一些菜色 也是用从音乐的角度来看 像小喇叭 小喇叭那哔哩巴拉 就很像辣椒啊 那种大蒜那种东西 其实听老师这样子来解释 真的太美妙了 我觉得对每一个食客来讲 它除了品尝到美味的时候 如果能像老师这样子 对每一种食材 还有诚信食材的感觉 赋予一个美妙的一个定义 或者一个想法的话 真的很好 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其实您在做事物的时候很开心 当然音乐还是您的最爱了 那么现在因为有这个厨艺的支持 让您又继续声名大噪 您又能够比较安心的来做音乐了 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做音乐了 对就其实我常常讲说 因为大理琴拉得不好 所以就跑去卖面 那卖面要是生意不好 我就坐在门口拉大理琴招揽客人 其实店的生意确实是 它让我可以很稳定地继续回来 在音乐上面做发展 老师其实据我知道您 在过去在音乐界留下了很多 很好的一个记录 大家也都很回味 那么其实您学音乐的过程 也相当传奇 以前同学叫您古典音乐界的流氓 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子说您 因为我学到初中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跑去念普通的 普通的学校 因为之前都在光人 那等于是一般人所谓的贵族学校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所以出去念了 除二出三又念了补习班 想尝试走正常的音乐学校 因为其实学音乐要花费很多 那家里面并不是那么能够 一直支撑我这样下去 但是到最后发现 我还是只有在音乐这块最好 所以我又回来了 可是回来的时候 带着一点那种 比较在外面混 打过混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以前书包要抽叙叙 还有喇叭裤 扣子要开到这边 这样子又是从补习班回来念高中 所以老师基本上 从您学音乐的过程当中 就反映了您其实 对于您所处的环境 有一个天生挑战的叛逆性格 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 学音乐人是那个样子 贵族式的气息 比较严格的一个纪律 比较一致或优雅的态度 可是老师您会 把您生活当中一些经验 带到音乐的一个想法 跟环境里面来 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而且我也觉得 应该所有的家长 在让自己小孩子 不论学任何东西 都应该要一个平衡发展 不是说古典音乐 就是会是他生命的全部 古典音乐也需要流行音乐 跟别的东西来支撑 它的一个平衡发展 所以老师那时候 您带着在外面经历过的 那个盼力 又回到音乐界的时候 跟同学 或者说跟老师之间 会不会产生一些观念的冲突 您怎么样去把您 对于古典音乐的期许 跟新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 古典音乐这样子一直下来 包括我到国家交行乐团 这都是在古典音乐的圈子里面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的脑袋里面 有更多的别的东西 因为这一段的成长 让我接触到很多外面的东西 包括歌仔戏 流行音乐 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最后我在乐团 待了九年以后 我就离开交行乐团 出来从事音乐的创作 我觉得就把我自己脑袋里面 有的东西拿出来编写 比如说做配乐 电影配乐 或者说唱片之类的 这个是我转移的一个方向 老师认识您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在音乐的这个 那么大的天地里面 您分别在不同的场域 不管是古典音乐界 或后来自己出来做配乐 那么都悠悠过 而且您也试着 用您自己的想法 提供给原来大家 约定俗成的那个 被制约的环境 一些新的观念 那么也因为现实环境 您刚才谈到了 经济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您曾经这样子 进进处处 您自己觉得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让您对音乐 人生的经历 不断的这个场域的训练 让您对音乐 有了哪一些 可能跟一般学音乐的人 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 如果你这一生 只是去欣赏它 或把它当作兴趣 我觉得那就 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但是有另外一个 如果你要把它当成职业 或工作 我觉得必须要用 比较现实跟残忍一点的 那种态度去面对它 很多家长会觉得 让小孩子学音乐 努力地一直给他很多钱 给他很好的老师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小孩子 适不适合学音乐 我觉得欣赏音乐很棒 但是如果你要进去做音乐 跟把它当作工作的话 一定要很诚实地面对自己 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有这个 要不然将来 还是会变成你的压力 而且要有心理准备 那的确是一条 非常艰苦而漫长的路 老师我刚才听到您聊 我会感受到 您是一个不甘 不甘于向现状妥协 也在开发自己 各种可能性的人 我知道在老师 学音乐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遗憾 就是老师曾经希望 能够出国去精修 但是因为经济的关系 没有办法成型 当时心情上的挣扎 告诉我们好吗 现在还遗憾吗 现在啊 现在不会遗憾了 其实到差不多15岁左右 很多人 我的同学都很多 都有计划要出国去深造 比如去美国 去欧洲 那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过 可是因为出国是必须要 天死地利人和 那跟家里讨论结果 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出国那个费用很大 那除非你去考 法国的公费学校 那我就去巴黎 想去考那个巴黎的师范学院 可是又被好吃给害了 到那边大家一看我来了 就大家一起红酒 生蚝全部拿出来 一吃第三天脚就肿起来 然后一个礼拜就坐飞机回来了 因为考试也没考上 所以回到台湾 真的是很沮丧 想说糟糕被这个吃害惨了 那还不如用吃来赚钱 国内有很多学音乐的朋友 或者是家长们认为说 孩子一定要出国取经 不过您没有说正式在国外取经 您也做到国家家长乐团的首席 您来跟我们谈谈 您觉得在音乐学习的环境上 出不出国 或者是有没有哪些历练 对当事人来讲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评断跟考量 我重复到前面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先很谨慎地评审 你自己是不是这块料 试的话再往外出去 决定要在哪个区块做进修 通常学音乐会出去进修的原因 是因为想要进入到更最顶端的 那个演奏的那个部分 演奏的部分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世界 你如果不是非常优秀条件 不要去走那条路 因为浪费时间浪费钱 老师像您 您都只给自己很谦虚地说 您的音乐打50分 为什么呢 国家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家 您为什么给自己打那么低的分数 那是因为真正的高人太多在外面 我的很多朋友去维也纳 他们一进去 发现同班同学50个拉大提琴的 每个都拉得比他们好 其实我们的 像我的条件 我给我自己打50分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的这只手就只有50分 因为它又短然后又细 如果我是拉大提琴的话 这个手是完全不合格的 所以我们亚洲人像女孩子 她手更小 所以你要去学这种大乐器 你一定要审慎考虑 了解到现实 一定要非常了解 因为这个世界上 竞争越来越激烈 分得也越来越细 如果你一点点输人家 你后面就是差一大截 所以老师您刚才也提到 其实学音乐 有两种心情要先确定 而且很重要 一种是你喜欢它 你去接触它 一种是你要把它当作 毕生的工作 或者是理想的职制 那一个是要苦修 一个是要欣赏 那么苦修跟欣赏的人 您觉得他各应该具备几分 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乐一些 您该只给自己50分 那么欣赏的人应该有几分呢 欣赏的人完全不用限制 就是快乐地去享受 像一个MTV在播的时候 我学音乐的我就会看 有几个编制 学灯光的就在看有几盏灯 学音响的就看有几个麦克风 导演就在那边看有几个开麦啦 谁在欣赏那个MTV 是完全什么都不懂的 一般老百姓他坐在后面 他很开心地在听音乐 其实我们这些其实是很痛苦的 音乐一放我就开始在拆他的和弦 在想很多人都问我听音乐快不快乐 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来讲 也是一个负担 所以欣赏音乐的人 你就是放开心情去欣赏 不用管自己怎么样 但是你要去把它当作 你刚刚讲的所谓的 毕生的工作的话 那就是严格到极限 这样 老师那么你给您的初一打几分 您对自己有没有严格到极限的这个 在这个厨房里面的要求 这个东西是随着经验跟时间的成长 我觉得当你在这个事情里面越投入 然后时间越多 经验越多 你自然的要求就会越来越不一样 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你没办法要求 因为你不熟 所以其实整个人生的成长过程 自我的要求都会越来越严谨 在越来越后面的时候 老师我倒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您从一个音乐家到成为一个主厨 那么在两个大家看起来 截然不同的场域里面 您都待过 都非常用心地去融入去发展 当您进入这个饮食界的时候 做主厨的朋友们 有没有对你提出过挑战跟质疑 拉了那么多年的大提琴 又不像我们这样子 从切菜开始学 学徒做起来慢慢做成老师傅 大家会怎么样看您当时那个主厨 业余的吗 业余的玩票 也有人曾经说 我们可能做不起来 但是因为还好我的嘴巴很厉害 就是因为东西最后是决定在吃 音乐最后决定在听 所以你在最后的那一关审核 如果严谨的话 我觉得客人是吃得出来的 所以您用坚持跟用心 来面对别人的挑战 来证明自己 那么音乐界的朋友 当您决定要变成一个主厨的时候 他们会问你说 为什么要远离你自己最原先的梦想 从音乐的殿堂 跑到一个油烟满布的地方 他们对您提出的关心跟质疑呢 他们不会 他们就只会问我说 我们来吃可不可以打折 所以大家其实了解你的朋友 都一直很支持你在你自己的天分跟才华里面 去做一个不同的发挥 我刚才问老师那个问题 其实跟很多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些朋友们 都面对到中年要怎么样定位自己 未来的质押规划 有很大的关心 老师会怎么样用自己的亲身经验 来跟大家分享 有很多人说 其实我现在也许做的是一个公务员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想做一个音乐家 或者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想要去旅行 做个旅行家 做个作家等等 但是很多人面对中年转业 或者是给自己一个质押 转换的一个空间 很紧张 很害怕 老师那时候要转换到 饮食界的时候 您有紧张害怕过吗 对于那样的朋友 您会怎么样跟他们分享跟建议 这个问题很难 因为孔子说事实而不惑 我觉得 我真的是到了41岁的那天 突然间发现我不惑了 然后我很难去解释这个事情 因为往回头看 我在41岁以前 确实是一团乱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是慢慢累积的 我觉得你今天想做什么 你就去做 因为它都会是你将来的一些基石 所以不管 不要去想太多 因为你犹豫的那个过程 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想到什么 就马上去做 因为它马上就是你的经验 如果今天你觉得这个东西 要花你时间学 可是我跟你讲 它只要花你一个礼拜 但是你却可以受用一辈子 所以其实人生就是 你想到什么就去学什么 有一天它一定会决定 你要往哪个方向去 因为人生的过程中 不断地会排出掉多余的东西 最后只留下 你最会的那样东西 其实我觉得从范宗佩老师的身上 不晓得电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是不是跟我一样感受到一颗 永远想做各种实验 跟游戏的赤层的同心 也有一个希望不断地挑战 跟超越自己的企图心 所以一个动念之间 可能范宗佩老师就会做出一个 让人很惊喜的一个决定 我们都期待老师下一步 来跟我们继续分享 您在音乐的一个想法 那么希望把它用电影具体呈现 也许呈现的时候 还可以加入一些烹饪的特质 在这里面 会具备相当丰富的元素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带电机前面观众朋友 去看的呢 就是范宗佩老师 他要继续圆人生的梦 圆梦的那个起点 踏在现实的土地上 其实也可以不远离梦想 中年转业需要的勇气与成就感 范宗佩献生说法 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黄晴文和您相约 我们下个星期再来点灯 以上节目 由永灵教育慈善基金会 独家赞助播出 永灵基金会 与大家一起 常怀感恩心